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 北京人有句话叫火箭鬼了 原来老用着词 就是有点猫不着头了 我们刚才做那期节目 后来我才知道声音有问题 原因就是 我没找到原因 因为当时拍那节目的时候 前后都已经查过了 我就没搞 实在没搞明白 为什么声音出了问题 相当奇怪的 结果刚才说 把整个账号给封了吗 我想把那个涛哥砍封神 昨天晚上那个 我就给他下了架 给他delete掉 然后重新传号 先给他 先给他这个 download一把 他不让download 怎么他也download不了 别的都可以download 就那个文件不能download 我一堵气给他删了 删了15分钟 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涛哥砍封神里头 就触及到什么东西了 删了15分钟 我又把昨天原来的原始的那个文件找出来上传 那个 咱就说活见了鬼了 说不上来 结果本来在整理说把这个 涛哥砍封神 我们得把那个欠大家传的赶快给传上去 文件找不着了 文件在哪也找不着 一会儿就蹦出来 哎 挺 都是邪门的事了 我 其实 我们讲时间是个神了 我们讲定数 讲了很多 在大家看涛哥砍封神这集里面 他其实讲到原始天尊 他讲原始天尊的年龄到底有多大 叫岁同庚 大概叫岁同庚啊 就是无尽之长 那庚呢 就是庚子的庚 庚子的庚 它被形容按照时间的概念 就是年龄 无尽长的年龄的概念 时间的概念 是 你要查就是这么解释的 庚子的庚是天这个天干地之当中 天干第七个 第七个不开玩笑 就是定数了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庚子年 恐怕习近平死在这儿 可能跟这庚子年有关 跟这个期有关 跟这期有关 他根本收不住 他根本也收不了 所以你说哪天出事 我们就这么故事 就这么故事这么看咯 我只能说这么看咯 刚才有人在推特上说 拍的这个叫什么 低震云 有人说大概后面是几号 说7.3到7.5 有东有南的地方 没头没脑子发出来 但是我不好确证了 我刚才注意到有人留言 也那么留言 那低震的话 说有东有南的事情 有东有南的地方 有东有南的地方 大家伙就猜了 那湖南还是湖北 那广东广西不知道 云南 那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地震一直是有人讲来的 那刚才也确实在不同地方发生地震了 这两天天天有震 那我们还按不就班了 其实今天没有什么 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闻 但是呢 就是我说的 有点说不上来 见了鬼似的感觉 明天是6月10号 现在北京时间已经6月10号 610 中共最邪恶的组织 习近平自己也知道 所以应对这么个日子 我觉得应对这么个日子 那今天呢 一年前呢 香港人的 这个6月9号 百万人大游行 今天是周年 其实他就 香港人完成了整个他的一个过程 我以为香港人的作用基本结束了 这个 我就像我跟大家说 因为你香港人的一切抗争 都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之下 他把一国两制给废了 你抗争就没了 我们 我就想跟大家快一点分析了 这是这篇文章蛮有趣的 刚刚登出来的 中共官媒 中国日报被 被美国政府定为是中共官媒 为政府工作 所以他就必须要申报账目 结果中国日报 仅仅中国日报 在过去四年里面 用了1900万美元 去宣传习近平思想在美国 这个 这对我相信 对中国人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了 我相信后面会有很多人去评价这件事情 这就是他的真正的邪恶 这是这个制住性的邪恶 这个体制的邪恶 他的体制邪恶 制住邪恶 是指中共 非人性的东西 借助人的道德约束的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中 把人的正常的道德约束 人们的自由 人们的开放 人们的接受一切当作一种他伤害人 否定人 乃至于这个侮辱人的一个借口 一个机会 这就是人之初性本恶的一种真正的兑现了 那这样的数字出来之后 我觉得正好如果你应对着这个应对着这个现在的地摊经济对吧 和六亿人每个月收入一千块钱 你看看大家什么劲头 他花两千万美 一千九百万美元用来宣传习近平思想 这是对等的 这样对等你就知道这个制度其恶了 今天向美国司法部申报自己境内的广告印刷账目 这是开放的 所以民主的社会就是民主的社会 中共它本身都是封闭的 结果美国人替中国老百姓去查他们的账 给查出这个数来 美国政府替中国老百姓去查他们的账 他们登出来 华尔街邮报 华尔街邮报 华尔街日报 买版面 来登他们的稿件 纽约时报 推特 卖广告 宣传一带一路 习近平思想 等等相关的内容 所以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趣 对所有朋友来讲 这是一个将是一个大新闻 司法部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要求中国日报每半年申报 在美国境内的活动 6月1号申报了 申报 因为它首次被列入 2016年11月到今年4月份 广告等支出的项目 展位报 展位 是自愿申报的 还是在司法部压力之下 但它申报了 公开了 给了华盛顿邮报 480万 460万美元 华盛顿邮报 是美国的主要是政治倾向的 它完全是政治 政治叫什么 就叫政治倾向 应该是这样的概念 而给了华尔街日报 600万美元 他们刊登的叫中国观察 就是用了1060万美元 去买了两家报纸的版面 我们这么讲 买了两家报纸的版面 来讲好中国的故事 这是这么说的 它是由中国日报制作的 新闻包装 植入习近平思想 2018年9月份一篇 一带一路跟非洲国家 连城一线 宣传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公使 而另外一个就是 关税将转嫁给美国的 职业人士 就是美国的买房者 说木材 贸易战争造成了 出口到美国的 木材成本上升 所以你就得 就Home Depot了 对吧 所以你就会造成 所有买房的人负担增加 它的宣传的一切就是 用中国买美国人的 媒体的版面 然后去打击美国人 宣传他习近平的故事 和习近平思想 所以这是 我们讲他的邪恶 就是这样的东西 而他们却口口称声说 这是我们讲的故事 这不是政治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 他们家讲的都是人 结果他们自己就 真正不是人 是他们自己 所以大家明白 他借助正常人的 道德约束 行为规范 做人的准则 作为人之初性本恶 打击的真正的弱点 他们认为是弱点 所以这是 有人说用穷雄极恶 或者用什么 不择手段 我个人觉得这些 穷雄极恶不择手段 你都在形容人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花太多精力了 你都在形容人 你就不理解 他不是人 你怎么去理解 这个东西就是 要能理解道场 当朋友们接受 天灭中共的时候 他就是妖怪 他不是人 天永远不会毁人的 是保护人的 广告费 1100万 支付纽约时报 5万 外交政策 24万 叫爱荷华州的 报纸 3.5万 国会网站 7.6万 在推特上 花了26万6 所以广告支出 在推特上 他花费巨大 要超过其他的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外交政策 对于他们来讲 这个杂志 他们看中的 这些广告费 怎么支出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他这种支出的细账 按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在大巴以宣示 他的政策方向 对不起 他的侧重点在那里 在推特上 他花了26万6 你就能理解 中共的体制 包括环球时报的老板 包括这个 包括外交部发言人 为什么他们都相继 相继在推特上 买账号 花账号 账号 买fans 买各种手法 花销都在这里 花销 这是大笔的花销 这是他主攻的方向 所以 你从这些 能够看到他的方向 叫公开代印商的名单 洛杉矶时报 亚特兰大县报 芝加哥先锋报 休斯顿 博士顿环报 他很奇怪 这些公开的代印商 全都是民主党控制 全都是民主党 洛杉矶 西雅图 亚特兰大 芝加哥 休斯顿 波士顿 全 全是民主党控制的地区 他买的报纸也基本上 那两家报纸也都是民主党的 我刚才说的主要是 纽约时报跟这个 纽约时报和哪 在网上 纽约时报跟华尔街日报 对不起 华尔街邮报跟华尔街日报 都是民主党人 那在 在他有关广告支出问题上放缓 对不起 但还有一段 这些报纸一共收到了中共国日报的广告费 七百六十万元 其中洛杉矶时报最多 占了 占了这个 在一起的斗争 看一看在其中 里面所包含的共产党的成分 那 当这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相信不言而喻 这是 这是长时间的投入 这也是非常真实的投入 近日在投告广告费 已经去 已经差很多了 就是今年它就差了很多了 广告费去 由今年的一月十七万七 降到二月份的七万 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 可能没钱了 真的可能是它没钱了 在这种大疫情爆发之后 目前的状况 跟原来以为的状况 完全两回事了